大家好,欢迎来到三位书屋,我是志恒,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。 陈阿姨今年45岁,平时感冒了会包点姜茶来喝,还很见笑,做菜也喜欢放点生姜去腥调味。 但前不久,陈阿姨在网上看到一篇科普文章,文章说,晚上吃生姜,剩四吃披霜,以后晚上一定要少吃生姜。 这把陈阿姨给吓到了,生姜是自己最喜欢的调味料,想不到吃了这么多年,竟然是有毒的。 一,晚上吃生姜,剩四吃披霜,真的假的。 厨房有三宝,生姜少不了,台湾人炒菜,一定少不了生姜的身影。 但一直以来有传言称,晚上吃生姜,好比吃披霜。 很多人不知道是真是假,反正宁可信其有。 于是晚上做饭坚决不放姜,就连小九的妈妈也这样。 不就是一块姜而已,怎么一到晚上就变成毒药了? 之所以传出这个说法,是因为很多人吃完姜后会感觉热血澎湃。 农业大学的博士表示,吃完生姜身体发热,其实是生姜中的姜辣素成分造成的。 姜辣素对人的心脏和血管有刺激作用。 如果在睡前吃太多姜,可能会感到心跳加速、精神振奋,容易影响睡眠质量。 但除了姜辣素成分,生姜还富含姜油、油脂、纤维素、蛋白质等。 这些成分在其他食物中也存在。 所以,无论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,并不会产生所谓的毒素。 只要当正常配菜食用,就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影响。 2. 五道菜,不建议放生姜。 很多朋友,平时不管炒什么菜都要放点生姜做配料。 今天志恒要给大家说说这几种不适合放生姜的菜。 1. 生姜加韭菜。 韭菜和生姜都是偏温性的。 一起食用,会使身体内热严重。 此外,烹饪韭菜时放姜会发酸。 2. 生姜加兔肉。 兔肉偏寒性、胃酸,而姜偏热性、胃心酸。 两者无论在味道、体质上都差异极大。 而寒热性同吃,容易导致腹泻,故不宜搭配。 所以烹调秃肉时,不宜加姜。 3. 生姜加牛肉。 生姜不能和牛肉一起吃,会溢上火。 4. 芹菜加生姜。 芹菜可利尿止咳、健脾补血、镇静降压。 但姜和芹菜一起吃,会导致芹菜的口味变咸苦、变得难吃。 5. 生姜加酒。 不管是什么酒,只要含有酒精,都不可以和生姜一起食用。 生姜和酒都是温热,辛辣食物一起吃很容易上火,还会便秘。 3. 吃生姜要注意三点。 1. 不要去皮。 吃姜削皮,这样做不能发挥姜的整体功效。 其实姜皮本身也是一味重要,而且有很好的沥水作用。 中医认为,姜连着姜皮一起吃,既能发散阳气,又能沥水,可以有效去除身体的湿气。 一般的鲜姜,把泥土清洗干净后,就可以切丝分片。 2. 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吃姜。 番薯应需火旺、目吃内热者,或患有臃肿疮疾、肺炎、肺浓肿、肺结核、胃溃疡、胆囊炎、肾瘾炎、糖尿病、痔疮者都不宜长期食用生姜。 3. 不要吃烂的生姜。 腐烂的生姜会产生一种毒性很强的物质。 它可使肝细胞变性、坏死,从而诱发肝癌、食道癌等。 4. 生姜到底好不好? 研究告诉你答案。 常听长辈说,东吃萝卜,下吃姜。 生姜是个好东西,多吃姜有助于强身健体。 生姜到底有啥好处? 我们用科学事实来说话。 1. 有益肠道。 科学家通过小鼠实验发现,连续食用生姜后,小鼠肠道的乳酸肝菌和双齐肝菌有明显增加,说明生姜可能对肠道具有调节作用。 2. 抗炎止痛。 发表在替代与补充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,姜与布洛芬等药物同样具有缓解疼痛的功能,可适用于经济、头痛、肌肉痛等症状。 另外,生姜还具有抗炎效果,其提取物可作为治疗关节炎的辅助药物。 3. 缓解呕吐。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一项研究分析发现,将能有效降低恶心症状。 该效果同样适用于癌症化疗患者身上,可减轻化疗副作用。 4. 抑制真菌。 德国真菌病一项针对29种植物的抗真菌作用的测试发现,生姜提取物可以有效杀死真菌。 利用生姜的抑菌性,临床上可以用于研制相关药物。 生姜还可以防止空调病哦。 毕竟这会儿的天气只能用三个字形容,热,热,热。 有网友说,走到今天,我要感谢两个男人。 一个叫利维斯·开利,男,1876年11月26日出生。 美国人,他发明了空调。 而另一个叫后裔,男,他在十几万年前干掉了九个太阳。 也有人说,都说空调吹多了以后,老了会怎样怎样。 可是我不吹,我可能等不到我老的那一天。 5. 空调房人群应多喝生姜茶。 在空调房时间太长,容易受寒。 加上一直不出汗,使人头痛、头闷、恶心。 还会出现食欲低下、拉肚子等症状。 这两种病症里外加工,使人表里受寒,而生姜具有温中散寒,发汗结表的作用。 用生姜泡茶,对预防和治疗空调病、冰箱病都非常有效。 所以,经常在空调房里待着的朋友,应该多喝点生姜茶。 1. 生姜茶做法 取生姜3-5片,挤5-10克,用废水器开就行了。 如果想要生姜的效力发挥得更强一些,可以在废水中煮5分钟,或者在微波炉里高火加热3分钟。 也可以把10克生姜和50克大米一起放在锅里面熬成粥来服用。 记住一点,生姜茶一定要趁热喝,因为空调病或冰箱病都是肺胃受寒,一定要喝热姜茶才能驱散体内的寒气,帮助身体出汗。 房间开空调容易干,放盆水可以防止人体皮肤干燥和保持环境湿度。 而放一盆生姜水,作用也是大大的呢。 2. 生姜水预防空调病 做法 把生姜切成片,然后倒入清水,再放进空调房内。 生姜泡在水里,它的气味会随着水分的蒸发一起散发出来,就可以起到杀菌消毒,预防感冒的作用。 而且,生姜的气味还有一定驱除蚊虫的效果。 放盆水,晚上即便开着空调睡觉,第二天起来也不会出现口干舌燥的现象。 6. 以下四类人最好少吃生姜 生姜的味道辛辣,刺激性较强。 专家提醒,以下四类人最好少吃。 1. 内热重的人 肺热、胃热、胃热、痔疮、胸疮溃烂等人群,吃生姜可能会加重内火。 2. 阴虚体质的人 阴虚者常有口干舌燥、易发火、皮肤干等表现。 吃生姜可能加重症状。 3. 肝炎患者 生姜食用过多,容易引发人体肝火旺盛,不利于肝病恢复。 4. 胃溃疡患者 生姜可对胃黏膜造成刺激,加重溃疡症状。 最后,志恒要提醒,生姜好处虽多,但毕竟不是药,它的功效只能达到辅助治疗。 真得碰上肠胃不适、皮肤病、感冒等病情,还是需要及时看医生,找到病源再对症下药。 好了,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,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,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,和志恒相约,每天不见不散,我们一起成长,一起幸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